同门部落在今天上午是举办了心心念念感恩敬老关爱久久重阳节的活动 文健站的长辈们表演多首健康操让大家来火落筋骨 而同门村长也准备了生活物资送给老大人们 祝大家重阳节快乐 花园县修林乡三刀老街产业发展协会办了120年度 心心念念感恩敬光怀久久重阳节活动 并且在同门部落就会所办理 同门村长叶清贤修林乡名代表赖伟祥 修林乡公署生命理所所长何文中 修林乡公署教命是黄秦聪 共同来为长者们同欢 同门村长叶清贤表示 久久重阳节即将到来 协会准备精彩的表演和丰富的礼品 以及生活物资 来敬重长辈们对部落的付出和努力 今天是我们举办这样同门 我们同门两个部落 举办一个出阳节的活动 所以非常感谢当然我们要感谢我们工作 很支持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出血金的预算 就是我们很珍惜把它辨到我们变到我们与华长者身上 所以也非常感谢我们代表 代表都非常支持 那今天的活动当然高兴的是我们最高兴的是我们的长者 他们也很配合能够那么多的长者来到我们这个活动的场所来参加 所以呢我希望我们这个两个部落能够融合在一起 能够非常联合一些感情 利用这个机会 让我们同门能够大团结 老人家可以教小孩子嘛 所以今天我看到他们的病毒都带着一个效果 虽然天气那么热 可是他们人正还是来参加 所以我今天来办这样的一个 我们三道老街办这样的一个活动 非常的容易 所以非常谢谢同门所宣政活化 一直到我们代表我们村里面的能够 这样的一个活动非常容易 同门我们今天在龙叔 我们今天在长者们也准备了健康操 邀请现场主人们一起来热身 同门村长于清闲 顺便里所所长和温忠 休门下面代表赖伟祥 并且和长者们一起手无足道来通欢 同门村长于清闲表示 通门村进入老人化的社会了 邪国希望透过活动 让长者们走出户外伸展筋骨 同时也预祝长辈们重养节快乐 记得邀请订阅我的频道